中飞复合事件持续发酵已经快一周了,两位当事人王飞和谢霆锋却一直保持沉默。 而当好友在微博上暗讽李亚鹏为王飞抱不平时,王飞却关心起了iPhone6好不好用,相当淡定。 近日记者在北京街头发现王飞时,天后也是很淡定,展示出了相当强大的气场。 当天王飞乘坐保姆车来到一处小区的门口,头发炸成一个发剂,一身运动装,手腕上还缠着护腕,看样子是刚刚运动完。 记者发现王飞气色很不错,素颜下白皙细嫩的皮肤很显眼,想来这是与王飞一直注重锻炼身体,保养自己关系很大。 不过当天天后的心情看来也相当不错,手握着一杯饮料下车后,酒精沙场的天后发现了记者偷拍。 不过天后并不在意,朝着记者的方向淡定的望了一眼后,静止走进了小区。 这处小区不仅不高档,还是一处老旧小区,天后和助理一前一后进入了其中一栋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讨ING ! 感谢观看